一起来看一场中国女蓝希望之星张子宇的最新比赛 张子宇今年16岁的年纪 身高已经达到2米27了 比中国蓝鞋主席姚明还要高一厘米 不要说女蓝领域了 在整个世界蓝坛都是绝无仅有的高度 硬件条件直接拉满 这场比赛也是山东高速对着长洲体校的一场青年队比赛 张子宇的一个大帽打到现在长洲体校领先8分 山东高速目前也是一个追分的态势 但是他们有张子宇只要把球攻到篮下 这个成功率可是非常高的 接下来咱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子宇 张子宇就是场上身穿4号对服的蓝色对服的这个姑娘 她是2007年5月份出生于山东省锦南市 目前应该是15周岁还没有满16周岁 之后是加盟了清华附中 她的父母都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 从清华附中毕业之后是加盟了山东高速这个俱乐部的青年队 她的母亲是曾经的中国女蓝国手 母亲的身高是达到了1米98 1米98身高在女蓝就完全可以打中锋 她的父亲身高是达到了2米13 在男蓝里也可以打中锋 所以说张子宇这个遗传因素篮球世家 她的身高经过这个检测也是属于正常生长 也没有巨人症之类的因素 所以说这点就更加难得了 在场上这个跑动能力感觉也还是可以的 再拿2分 山东高速在张子宇的带领下连续追分 分招速度到2分 这个山东高速是马上要追平长州取消队了 长州前三节打的确实是不错的 这场比赛张子宇也是打了三节 第二节是休息 应该也是在这种连续的不得分的情况之下 心态也是 打高位挡拆 这边两个人的包夹 还是要想办法把球掉内线 掉进来之后就轻松拿2分了 这种球就没法防了 一波操作之后两队打平了65平 长州这边想跟山东高速周旋 就只能是寄希望于外线三分球投开 或者说是防守端能有一些抢断打一些反击之类的 这种阵地战想往内线打不太现实 确实非常能拼啊 把这个球拳又拼出来 然后造了一个三分线外打入犯规三法 干扰的效果应该是起到了 相信这个拼劲也是他们前三节能一直领先的最重要的原因了 三法一中 还是场主日标球全 篮板 这个拼抢也是非常激烈 张州在场上确实是比较慢 这种快攻他是参与不上的 打扮出来个征球 这次征球球全还是给了山东高速 咱们中国女篮的两名主力中锋 韩旭身高是2米07 李乐主是2米01 这两人在打关系大赛的时候 感觉这个高度优势就已经很明显了 更不要说已经达到2米27的这个张自宇了 比韩旭还要高20厘米 还是连续的传导想要寻找机会 篮板张自宇拿到 还是给到张自宇过渡一下 传进来 又是轻松的2分 山东领先3分 长州确实要打得快一些 趁张自宇还没有落位的时候 尽量就把这个进攻完成 再一个就还是刚才说的 外线要有一定命中率 防守官增加一些逼抢 像这种球 直接完成抢断 打快攻 趁张自宇还没回来的时候 终结进攻 这次上篮没进 这场比赛还有最后3分钟 还是给张自宇再拿2分 山东领先5分 张自宇现在023年是16岁 也是希望到时候这个U18的压青赛 还有U19的世青赛能看到他的身影 下一届比赛应该就会有他了 之后 女篮联赛 甚至国家队 当然能不能进国家队也完全看他自己了 硬件条件无敌 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还是看自己的努力程度 对比赛的渴望程度 给了一个防守犯规 最后两分钟 山东领先2分 还是直接调篮下 这一招无敌 防不了 你看长洲这边场上感觉 1米8以上的球员都不多 都是比较矮 篮下再拿2分 咬的还是比较紧的 也没有说山东反超之后 这场就被一波流 还是之前说的 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可以的 又是快攻的机会 上篮再进 再次打平 山东队叫暂停了 这比赛确实是激烈 应该是主教练又布置了一些战术 来看一下 这边直接是传出界了 这球张自宇没有接到 张自宇正式篮下 但是这个球 长洲把速度打出来了 一个加速之后 张自宇速度明显是跟不上 还是全场的比抢 又一个抢断 给篮下上篮再拿2分 忽然间风云突变 这个长洲又领先4分了 山东队打快攻吧 叫暂停了 还是这招 无解 往篮下掉就行了 那确实长洲这边这一段 防的攻的都是不错的 但是张自宇这个点子呢是没法防 无解 回来看这波进攻吧 这都打阵地就不好打了 失误了 山东队还是等张自宇回来吗 失误了 给了长洲的球权 最后1分07秒 来看一下 这边裁判想哨了 回场伟丽 给了山东的球权 这边 有权应该是有崴脚的情况 还差2分 还是把球往篮下给 张自宇再拿2分 77平 所以只要行政阵地战 就没法防 进攻也没法打 还是得加强防守 有一些转换的机会 对于长洲来讲 走步 这次失误确实 可以说是致命的 回过头来 你肯定还是防不住 对方就这一招 反正把球给张自宇就完了 再传一下 上篮 有了 山东打了一波6-0 再度反超 漂亮 20秒的时间 还是看进攻 这次进攻 如果打不成就没了 看一下 又落阵地了 还是死前说的不好打了 墙头3分 直接扔了个三不沾 那没了 比赛最终 山东高速是79比77 2分的优势 战胜长洲体效 张维域表现太棒了